從中港澳反台民眾 通通都得配合居家檢疫 十四天不可外出出境 出國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這十四天中 天天都還會有關懷電話 我是里長 那你尊重還好 照理說居家檢疫民眾 都會受到像這樣的問候關心 但有民眾發文自嘲 自己十四天居家檢疫 可能都沒人知道 這民眾說自己是政府 宣布游路返台 全面居家檢疫的前幾波旅客 一下飛機後 機場防疫單位 便立刻要求登記所有資料 但他從第一天回到台灣 從來沒有人打過電話 而他的父親跟他一樣 從大陸返台卻有接到電話 詢問李幹事才知道 原來他從第一天踏入台灣 李幹事就從來 沒有接過他的資料 也質疑著從中是否有疏失 對這位居家檢疫民眾而言 他說這次居家檢疫像是開券考 大家憑良心作答 直至考完試後感覺越認真做題的 越像傻子 他也附上圖片表示自己十四天 都有好好填寫健康狀況記錄 但機關署也解釋 因為早期都是人工 將資料輸入電腦 可能依此會有疏漏 目前也已經積極將相關流程 電子化防疫工作持續優化 三一熊台主張 學院台北報導